位在东大陆的树林头公园是原有空军五六七村 在眷村改建后由市府代管 但是碍于经费因素 树林头公园的景观也让民众观感不佳 黄美惠议员在总质询上建议市府借进新社花海 让新竹市增加一处休闲新景点 因为在早期呢 都发处呢 他用了600万的城乡风貌的基金 去做了一个公园的规划 本来里面有人行步道 有小土丘 让大家可以在里面放风筝散步 可惜因为很长期以来没有去管理 也就造成了那个草长得非常的长 那都发处为了解决这个草的问题呢 近期又把它给产平了 产平了之后呢 就造成了黄土 那个风飞沙 尤其在东北季风的时候呢 就带来了居民呢一些困扰 那在我们跟文化局哦 就说在会刊之后呢 文化局他提了一个点子 本期也觉得是非常的好哦 就说设立一个像新社花海一样的花海公园哦 从外地来的人哦 要到南辽渝港 经过我们东大陆的时候呢 再看到这么一片的花海呢 他可以停留下来 然后呢 去那边再参 就是说参观哦 这是可以给我们新竹市带来很大的商机 对我们周边的居民呢 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休闲场地 树林头公园是东大陆上前往南辽的必经之处 市长林志坚也回复 在有限经费下进行公园整体的规划 接着郑桂园议员 虽然是东区的议员 对于南辽目前正在规划的鱼人码头 以及17公里部分 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建议市府能邀请光电企业到17公里 事半一公里的光电走廊 不仅白天遮阳 晚上还能照明 增加17公里的可看性 在17公里海岸线 除了光海以外 有时候感觉很热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是一个科技城 我们应该结合高科技的产业 太阳能以及光电的结合 我想这些厂商都是世界知名的厂商 他们应该愿意来测试 在这个17公里 如果我们可以做太阳能 然后产生光电 然后分阶段的 比如说先做一公里 不敢用方力发电 或是太阳能发电 不但这个太阳板可以遮阳 我们在17公里海岸线 不会那么热 而且晚上可以发光发亮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不但可以增进我们新竹市 科技的发展 也是一种测试 也是一种行销 如果我们这个计划是成功的 那我想在17公里以后 先一公里两公里 都是一个长廊 光廊非常非常的漂亮 白天用这个绿能来发电 晚上有灯光 我在想整个海岸线是会更漂亮 那如果结合我们的渔人码头 我想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亮点 极限运动场地的争取 一直是中淑英议员 持续对体育发展的重视 另外在公托方面 也是目前市府积极推动的重点 因此中淑英议员 在场地方面积极协助寻找 趁着总质询 中淑英议员以长颈鹿作为比喻 向市长林志坚说明 在协助处理场地时 市府目前行政效率 果足不前的状况 就滑板公园来讲 经过本席对运动的这些推动 本席不断的密地 从密地到寻找经费 到经费有的着落以后 可是当地的 他们的科长就认为说 因为会饶民 他们理事长也认为没有问题的 科长不断不断的在阻挠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说 是不是当时市长就像一个 长颈鹿一样 他的头是过去 他是支持的 可是因为他们部署的这些 这些决议 让整个市政的推动 果足不前 这点是觉得本席 让我觉得很恶婉的一个地方 还有公托的部分也是一样 经过寻找地点 然后突破任何的法令 可是到了最后的结果 还是一样 情志不前 经过市长不断不断的催促以后 现在才有稍微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也希望说市长共同的 把这些公托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滑板公园 继续推动下去 行动效力是真的有待加强 所以我刚刚说过 就像长颈鹿一样 头过去的 身体永远是停滞不前 没办法走过去的 除了以长颈鹿头过 身体没过 比喻市府行政效率之外 总署因议员同时提出社会住宅规划时 建议增加诱托老人照护 派出所等建议 另外在卫生局方面 对于稽查人力 还有设备 车辆等运用 希望市府应审慎规划与检讨 凯破新竹 万事连 李介荣采访报道